政府把人才外流问题当成是国安问题 把嫂子化的问题也当成是国安问题 但是既然是国安问题 有没有拿出政策对策呢 现在新加坡他们急需要台湾的医疗人员 尤其是专业医师 而大陆香港他想要挖角台湾的专业教授 韩国更跟我们台湾的科技人才招手 人才不断的外流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看到我们的撞球国手到最后入主大陆籍 心里感到很痛 一个国家辛辛苦苦栽培出来的人才 到最后因为生存不易 为了求生存求表现 为了他自己的前途 不得不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嫂子化更是目前最严重 不要说是父母不想生孩子 现在连妇产科的医师都少之又少 中山医学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他们本来要招收妇产科的学生 到最后担无人 每年过去都有将近80个到100个 妇产科的实习医师或是入学的学生 现在剩不到30个 而全省300多个乡镇里面 有三分之二 根本没有所谓妇科的医院或诊所 现在也没有所谓接生婆 种种问题都需要 政府必须要非常慎重严家研讨 如何来解决 也有人说现在台湾是一个美医时代 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世界的观光客 到台湾来观光之外 还想打脉冲光 还想打泼尿酸 而我们如果接生一个孩子 或是帮一个产妇婆妇产 健保所给付的还不如打一个脉冲光 或是还不如随便割一个盲场 这些妇产科的声音我们听得到 也希望政府要加以重视 如果真的不得不剖腹的时候 如何真正给这些医疗人员 有该应得的收入 而不要让他们觉得 接生一个孩子剖腹一个产妇 不如割一条盲场 所以少子化问题 人才外流问题 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重视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 这个社会在催生孩子 能够多生几个的时候 除了给他们一些奖励 给他们补贴 最重要要给辛苦怀胎十月的孕妇 要给他们多给予肯定 我们看到很多画面都是孕妇 大富便便走在街上 或是坐上车 没有得到最基本的一个礼遇 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共同推行 来尊重孕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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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